最后一台是惠普的暗影精灵7 Plus 我授予它最平民旗舰的称号 对于价格敏感型消费者来说 这台电脑的性价比最高 想花最少的钱体验旗舰级的性能 那就只能选它了 去年有一台旗舰游戏本守门员我经常推荐 就是Omen的暗影精灵7 Plus 原因很简单 一线品牌的3080游戏本里它是最便宜的 而且也没有太明显的短板 然后很快啪的一下它就更新了 今年的暗影8 Plus仍然保持了自己的价格优势 顶配版15,999元的售价 仍然是旗舰游戏本里最低的 那么它的实际表现如何呢? 能不能维持住平民旗舰的称号呢? 今天咱们就来实测一下 先来看一下配置 它搭载的是i7-1270H处理器 14核心20线程 补显是RTX3080Ti 最高175W功耗满血版 内存是16GB双通道DDR4800MHz 固态硬盘是1TB的悉数SN810 PCIe 4.0x4速率 屏幕的规格和去年一样 17.3英寸2560×1440分辨率165Hz刷新率的电竞屏 标准色域100%sRGB 目前参考售价15,999元 此外它还有3070Ti的版本 屏幕有2K165以及1080P144两种可选 价格分别是11999和10999元 外观部分 这一代暗影精英8 Plus沿用了上一代的模具 外观设计基本没有变化 机器C面为金属 AD面为塑料材质 屏幕是常规的16比9比例 面板来自京东方 实测色域容积为102.7%的SRGB 色域覆盖98.2%的SRGB 色准部分 平均DLTE1.22 最大DLTE1.16 屏幕最大亮度392尼特 全亮度DC调光 响应时间方面 黑白响应11ms 灰阶响应13.92ms 这块屏幕的整体表现良好 高分辨率和高刷新率都有 打游戏肯定是没问题的 只是这个平轴不稳的老毛病还是没改 轻轻碰一下就很容易晃动 再回到C面 键盘的布局还是和上一代一样 数字小键盘被省略掉了 开关键夹在F12和Delete中间 虽然长按才会触发 但是这个位置还是让人迷惑 左侧的自定义红按键 我感觉实用性一般 主要是它影响了原本的键盘布局 有时候按ESC和Ctrl的时候 会下意识地按错 另外 暗影8Plus H45 进行全系列标配四分区RGB26件 无充薄膜键盘 上一代的光手机械键盘被取消了 有点可惜 整机厚度27.7-28.1mm 机身重2.83kg 体型和暗影107Plus差不多 属于那种传统的肌肉型游戏本 之前的330W流星锤适配器也继承下来了 重达1.26kg 虽然这个造型看起来很独特 但是从实用性的角度考虑 我建议惠普尽快给它做个升级 现在这个体型实在是太笨重了 最后来看一下接口 右侧为两个USB3.2-1速率的A口 大部分接口位于左侧 基本上该无的种类都有了 值得一提的是 这一代它的雷电4增加了PD充电的支持 关机状态下65W就能充 不过开机状态需要100W才能供电 下面进入性能实测 手型是CPU 它搭载了i7-270H14核心20线程 大家应该已经很熟悉了 单核性能部分 R20单线程671分 而去年则为579分 微架构的更新带来的单核性能提升很明显 在Cinebench R20的循环中 前三轮能够跑到6000分出头 之后会小幅回落到5900分 这个成绩相比去年提升了差不多700分 跑分时前三轮在100W左右 之后则是性能达到105W 然后回落到90W运行 但是跑分时的温度一些偏高 会撞到97度的温度强 它的非核性功耗在7-8W有点多了 还是有优化空间的 然后再来看看显卡 它搭载了最高175W的RTX3080Ti 其中包含了25W的动态增强 这已经是游戏本能给到的最高功耗了 实测跑分部分 Timespy 12960分 FSE 16583分 Superposition教室 8405分 综合下来比165W的3080Ti又提升了4% 相比去年165W的3080稍微拉开了一点的差距 大概6% 不得不说老黄今年真的是抠门抠到家了 而相比150W的3070Ti则高出了12.7% 算是勉强能够改制出来的差距 理论性的跑完了 先来看一下游戏中的表现 这台暗影8PLUS支持Advanced Optimus 也就是独显直连热切换 单机大作部分 在原生2K分辨率下 古墓里也可以跑到123帧 地铁和地平线5可以跑到70多帧 连2077和战锤3这种优化比较差的游戏都能跑到60帧了 去年我还说 即使是3080也没办法征服2K全高画质的单机游戏 而今年在CPU和显卡都有升级的情况下 这个目标算是勉强可以实现了 可喜可贺 同时1080P下的帧数我们也跑了一下 此时古墓可以跑到160帧 都快赶上刷新率了 其他游戏也有不同幅度的提升 只是降分辨率对游戏画面的影响有点大 除非是追求极致的帧数 否则我还是建议3080Ti的游戏本尽量保持在2K分辨率玩 然后再来看一下网游 2K分辨率下 最高画质DOTA2 165帧 最低画质CSGO 517帧 分辨率降到1080P DOTA2小幅提升到168帧 CSGO提升到599帧 这个成绩流畅玩肯定是没问题的 但是在比对数据的时候 我发现它的网游帧数比i7-3070Ti的游戏本低 原因可能还是CPU非核心功耗太高 跑R20的时候7-8W 跑DOTA2的时候甚至达到了12W 对于核心功耗的挤占比较严重 导致频率跑不上去 Adobe软件这边 PS927分 AE937分 PR872分 PR的分数相比湿地暗眼镜08要高一些 PS和AE则是拉不开太大差距 而到了Specview 2020这边 因为这些工业软件更看重显卡性能 搭载3080Ti的暗眼镜08 Plus的优势会比较明显 总结一下 暗眼镜08 Plus的显卡性能较好 给到最高175W的RTX3080Ti 带来了很强的游戏性能 从实测来看 即便是2K最高画质的3A大作都是没有问题的 只是网游里CPU的功耗需要优化一下 好了 接下来进入到精简的拆机环节 这台电脑拆机部 P下底妹螺丝即可揭开后盖 可以看到内部的结构相比去年完全没有变化 确实是同一套模具直接继承下来的 电池容量为83Wh PCMark10的现代办公续航时间为5小时43分钟 这个成绩仍然不算长 但是比起去年不到3小时的续航已经是进步非常多了 再接再厉吧 远装的固态硬盘是1TB的悉数SN810 PCIe4.0×4速率 之前没有见过 舌测小容量读写将近7000 写入5000多 初缓后的写入也有1200 表现不错 应该会成为以后高端本上的常见型号 左侧还有一个闲置的M.2硬盘位 支持PCIe4.0×4速率 可以自行加装 内存是两根海力士的8GB DDR5 4800MHz 它的内存工作在SAGV模式下 平时可以观察到时序经常发生变化 跑分看图 无线网卡被压在了热管下面 型号是Intel的AX211 支持WiFi6E 散热模组依旧是老样子 双风扇四热管的散热 其中一根隐藏的小热管用来供电和显存散热 确实这套散热的表现还不错 下面通过实测来浇验一下吧 室温25度 在控制中心里使用狂暴模式 单烤FPU CPU95度 封装功耗82.5W IA功耗76W P核3.3GHz E核2.6GHz 这个成绩只能说一般 相比去年的暗影精力7PLUS 温度和功耗都要稍差一些 按理说同一套散热下 12代酷热应该更好压 出现这种情况 我觉得可能是散热没有装好 或者硅脂没有图均匀 然后单烤显卡 而TX3080Ti 74.8度 功耗175W 频率1552MHz 双烤CPU95度 封装功耗65W IA功耗56.7W P核2.9GHz E核2.4GHz 显卡71.5度 功耗145W 频率1417MHz 这里显卡少了5W 是被Dynamic Boost抢了功耗 我们试着关闭动态增强 实测它可以维持在65W加150W 温度、频率都没有明显的变化 表面温度部分 它的键盘非常凉快 最高只有35.8度 实际用起来完全没有热感 不过它的噪音控制就没那么理想了 在我们的新标准下 实测达到了55.3分贝 在游戏本中属于偏高的水平 考虑到这台机器是工程样机 所以说实测表现肯定是不如量产机的 按照发布会的官方数据 最高应该能达到80加150W 实测数据更为交叉参考 总的来说 暗眼精灵8PLUS的散热表现不错 我们实测下来 210W的总功耗 在旗舰级游戏本里可以达到第一梯队 而且得益于较后的机身 它的表面温度也很低 比较值得注意的是 满载时的噪音比较明显 玩需要听声辨温的游戏时 建议戴上耳机 看完了视频的全部内容 相信对这台电脑有一定的了解 按照惯例 这次总结三条游戏宣点供各位参考 先说优点 第一 在3080Ti游戏本中性价比较高 这台顶配版本的暗眼精灵8PLUS 首发14999元 目前售价15999元 已经是3080Ti游戏本中最便宜的型号了 如果预算不高 又想体验旗舰机显卡的游戏本 那么在一线品牌中它是唯一的选择 第二 高负载下表面温度较低 这台电脑即便是双考条件下 键盘最高温度也不超过36度 是我们今年测过的键盘温度里最低的游戏本 给它一个玩游戏动手的评价应该不过分 第三 双考条件下性能释放较好 在双考时 它可以维持住210W的总功耗 是我们今年测过的风浪游戏本里最高的 得益于较好的性能释放 它在各种大型单机大作中都表现不错 聊完了这台电脑的优点 再要说一下它的缺点 第一 键盘设计不合理 作为一台17英寸的大屏游戏本 它没有数字小键盘 电源键位置的也诡异 而且左侧的红按键改变了键盘布局 导致它的键盘用起来很反直觉 总之就是让人很不舒服 第二 适配器较重 长得像流星锤 暗影80PLUS这个适配器有两斤半重 都快赶上一个青猫本的重量了 现在手机和青猫本的充电器都开始小型化了 但是游戏本却普遍还在用大砖头 技术更新速度太慢了 第三 平轴稳定性较差 这个也是老生常态的毛病了 在桌面或者电脑稍微有些震动的时候 它的屏幕就容易晃动 对于一台1万多的旗舰级游戏本来说 这个设计还要更细腻一些 最后总结一下吧 欧盟暗影808PLUS的策略和暗影808一样 都是模具不变 只更新核心配置 所以说优缺点和上一代差不多 性能提升都是来自常规的硬件迭代升级 这样做的好处很明显 成本比较低 可以让机器也维持在一个很有竞争力的价格上 而且因为上一代暗影807PLUS的底子就不差 即使这一代没有更新模具 它在双烤下的性能释放 以及游戏中的表现依然可以达到低梯队的水平 所以这台电脑会推荐给那些预算不是特别特别高 但是又想体验旗舰级游戏本性能的用户 今年的旗舰级游戏本守门员的位置 我觉得还是由它来做 不过这台电脑的机身加电源八斤多的份量也是不容小觑的 所以对于有便携性要求的人来说 买之前最好还是先掂量一下自己的臂力 至于配置方面 暗影精灵8PLUS虽然是3080Ti游戏本里最便宜的 但是它自己的3070Ti和80Ti版本的差价实在是有些大 4000元的差价只升级了一下显卡 感觉性价比不是很高 所以对于普通玩家我更推荐3070Ti的版本 它和高配版的显卡性能差距只有12% 一样能够享受到良好的散热和2K165Hz的屏幕 省下来这4000块 你可以换更好的外设 或者说买几个游戏嘛 还是很香的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喜欢的话不妨来个长按点赞 一键三连支持下我们 如果你想美新的后一曲互动 可以关注笔8评测室的官方微信公众号 我们全都会在里面点评一款电脑 这台电脑或许良心或许坑爹 但我们的目的就只有一个 交流满满心得帮助电脑小白 这是笔8评测室 我是猪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